普通人被打 练过八卦斗生长 练过蝉丝反琴娜 街头女子防身术 被扭胳膊的时候 那么我们讲几个方法 首先我们来讲 如果她用这只手来扭住我胳膊的话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拔挂里面有一个抖身掌 是我可以这么穿过去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抓住她的手 然后你把这个布过来的同时 注意看 我只需要稍微一个劲 那么她的肘就形成了一个反关节 这个时候呢 对方就会特别疼痛了 要点在哪儿啊 一定要抓住 如果你抓不住的话 你一转过来 这个掉了就没有了 所以呢 当她扭你胳膊的时候 自己先扣住 然后呢 碰 一撞 身体撞 或者用我的肘去撞她的肘 都是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反关节的劲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反其拿的动作 如果对方在扭我胳膊的时候 注意啊 我一定要在她动作没完成的时候 再去反其拿 扭我 这个时候 注意看 我的肘要向她前面领 反其拿嘛 我们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 听我 我自己 看 把她的胳膊放在我的腋下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迅速的掏过来 看 这样呢 你就把她给反其拿过来了 这个呢 对于你的力量技巧 还有你的这个 反的这个劲儿 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这个概念没有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反其拿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速度 当你扣到她 这个手臂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 用膝 或者直接给她摁到地上 就都有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力量不够足的话 对方在把我胳膊拧过来的时候 两个手 或者呢 我不知道她是哪个手拧我 我不知道是要抓她 还是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你就顺势而为就可以了 她拧得越紧 我只需要 顺着这个劲儿转过来 这个时候既可以缓解我的压力 又可以怎么办呢 碰 如果 位置比较近 你就用肘 位置比较远呢 你就用手臂 去打对方 打完之后呢 你可以啊 给她一个反关节 或者呢 打完之后 她直接就掉了 你可以推开她 迅速逃跑 我们下转的转发 比较近的转发 比较近的转发